小编经常听车友提起西装暴徒的车 但并不清楚那款车才适合这个称号 接下来小编带你走近 看这两款骚车谁更暴躁 奥迪2S7 2S的全称应该是2S Railing Sport 意思是运动改装版 2S7就是从S7的基础上改装而来 外型上2S7有着奥迪的强大气场 同时变得更加犀利霸气 蜂窝状的中网造型 碳纤维前杠躁动异常 瓢牙外露 随时准备撕咬一切来犯之敌 侧面线条流畅动感 溜配造型更加时尚 动力上采用一台4.0T双卧轮增压V8全铝发动机 最大功率412千瓦 最大扭矩700牛米 发动机在1750-5500转爆发最大扭矩 动力浑厚澎湃 引擎声低沉嘶吼 随便一脚油门便能让人心跳加速 深深窒息 百公里加速成绩3.4秒跑得快 扎得停 绝对是一款极品性能车 这款车一上市就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因为炫酷的外表和强大的动力 是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奥迪S8是奥迪A8的运动性能版 全新一代奥迪S8只从新A8上 针对外观及内饰的部分细节进行修改而来 外形设计上 奥迪S8并没有比普通版A8激进多少 奥迪S8在动力方面 全新一代奥迪S8配备的是 4.0T FSI双卧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不低于520马力 在1700专输到5500专输的时候 持续输出 650牛米的扭矩 小编认为S8更加符合西装暴徒这个名字 而2247则更加偏向于性能车 适合追求驾驶乐趣的用户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